在上周第七期节目中,我家那小子徐海乔结束了何然然的第一次运会,难得主动的那小子徐海乔,与亲朋友的相处十分融洽,然然的性格正是得到了徐妈妈的认可。 在现场的徐妈妈难言兴奋,一个进了说满意,拥有许多共同话题,那两人在约会中关系也迅速拉近。 在即将于本周六8月25日晚时点播出的第八期节目中,徐海乔和然然,浩军结伴旅行,身为导演的徐海乔因为行程安排得不合理, 值得三人之间气氛微妙,甚至引发现场情感观察团和妈妈们的不满,徐海乔还被情感观察员吐槽,无恋爱看来是对的。 徐海乔本期表现究竟如何,不合理安排银好友抱怨,我家那小子。 徐海乔一句话出围区,在青海之旅出发前,徐海乔在家就提前做好了路线规划, 并跟朋友们保证自己会当好自驾游司机,尽好导游的职责,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想象中发展得那么顺利。 分析落地之后一心只想前往景区,徐海乔不是了朋友提出的吃饭请求,甚至一个人沉浸在景区风景, 完全没有考虑男生和女生之间的体力差距和然然独处的种种细节,体现出了徐海乔不够成熟,照顾女生不周的特点, 就连大江北也忍不住熟悉,海乔不谈恋爱是对的, 而在即将结束第一天的旅行时,徐海乔再次因为旅行规划和浩军意见不及, 甚至对然然脱口而出,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, 这句话更是被情感观察员大江北评为, 男生对不该对女生说的一句,徐海乔的青海之旅, 是他和然然之间难得的相处机会,而与然然的相处方式,体现的是徐海乔的个人性格, 对此,情感观察团和妈妈们也展开了一番讨论, 徐海乔不成熟表现惹争议, 我家那小子成长区时间, 看了徐海乔的旅行过程中的表现, 徐妈妈脸色沉重, 反思了儿子在与人相处时不成熟的缺点, 但对于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看好, 这个女孩适合海乔吗? 面对维家的问题, 大家的看法不积, 情感观察员李静表示, 两人不太适合谈恋爱, 相处模式更像哥们儿, 而前锋妈妈却认为女孩对徐海乔有好感, 两人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, 在众人的印象中, 徐海乔是在感情中不敢主动的性格, 或许是感情精力不够丰富造成的思维不成熟, 如今他在和女生在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人问题, 其实也普遍存在于当下年轻群体的感情相处过程中, 即使已经35岁, 徐海乔却仍像个没长大的男孩, 在两人相处过程中不懂体谅和照顾, 但这恰恰是女生最看重的一点, 学会相互沟通和理解, 更多的为对方考虑, 这需要不断在精力中成长, 成熟。